好 大家好 回到影話春秋林 這一節先講一部未來會上的戲 最近也有很多泰國片上話 近來也不多 好像前後這兩個月有三部泰國片上話 一部就之前講過的初戀有病 這個Hard Attack 戀愛病法 一部舊少少的片 但後來就因為杜奇峰看中他 因為杜奇峰的加持 他的確是加持得好 另外一部就叫做特別放映 容易受傷的男人 戀愛病法過男主角 另外這一部 最近的宣傳都很強 有些優先場搞 這部就叫做出貓特工隊 Bad Genesis 這部電影 和之前九百多個報告老師 怪怪怪怪怪物來說 都是差不多類型的青春 校園片 不過說的東西不同 這個出貓特工隊 他就說女主角叫劉蓮 不是食那些 就是一個知休生 很聰明 讀書好 成績好 但是很窮 是不是 其實他不是窮 他那裡應該是小康之家 算是 起碼兩餐無休的那些人 但是他父親就想他去讀一些貴族學校 就覺得他將來那條路是會 走得好些 容易出國留學 之以此 劉蓮就經過一番掙扎之後 就說服了校長去免他的學費 以及其他集費 他才去讀這間貴族學校 讀這間貴族學校的時候 他就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的朋友叫做明思 好厲害 這部戲好看 明思就是一個 算是富家女 未知是超級有錢的 成績不太好 加地達是玩很多貨外活動 都算是蠻出色的 去到一天就和琉蓮在一起 如果我的分數再不好 他們不讓我演話劇 琉蓮就說 為了幫他好朋友 就幫他出貓 去拿一個好的成績 可以幫他補習先 沒什麼補習 即是說幫他補習 但因為教極都好像不懂 最後幫他出貓就得了 然後明思就想著 我們這麼好成績 我們去慶祝一下 然後就帶琉蓮去見他的男朋友 柏豪 柏豪 柏豪就說 不是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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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柏豪 他就說 你幫明思這樣 不如我們給錢 你幫我們 去拿一個好成績 每一科 每個人給你多少錢 你收起來 還有數量都很耐用 劉蓮就 發現了一個很殘酷的真相 之後 就決定藉著幫他們出貓 去賺錢 去搞定一些費用 大致上內容是這樣 這套戲為何好看呢 我覺得 這套戲 拍出貓 有一個很特別的視野 他不是說 為一班人去出貓 他 這班人去出貓 原來是有原因的 你不要說 那樣東西 你估不鼓勵他 去不去出貓 但是 他那樣東西 真的有他的理由 他需要去 這樣做 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單純 為了出貓 而出貓 那麼簡單 Thomas有看嗎 我沒有看 我未看 那天我和你看 Gear 我們就很期待 很厲害 竟然坐第一行 很久沒有在八六活電影中心 坐第一行 好爆 爆得很厲害 爆得很厲害 全場爆了 全場爆了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好看 還有 因為之前 看了九八刀那套 雖然網上有很多反應 我看不同的渠道 看到反應就是 我們看不到裡面的內容 又如何不夠噁心 那樣東西 我們這裏 不去評論 如果說回 反應來講 九八刀那套 比較偉遇參本 通常是說很好 或者說不是很好 但這套 出貓特工隊 我簡健一點 後悲 反應 一面都是賺 他說這套 是改編真人真事 不是吧 好像不是吧 好像有說過 我們看這套 沒有提過這套 那些新聞來 加鹽加醋 然後拍個故事 出來吧 第一套 電影中提到 其中一個 國際市是有 發現到一些 作弊的情況 而可能取消了 某些國家的 考生成績 可能他根據這些 去推測 去寫這套 故事出來 但是 他寫這件事 他量度的 是 全部是說得通的 還有 你猜不到 咦 原來可以這樣做 又真的可以 還有 他拍一套 這麼輕鬆的劇 他中間是很緊張 被人捉出貓 那些 他拍到很緊張的氣氛 他直接拍到好像是 好像是 特工 好像是偷偷好石 那些 搞了氣氛 那樣 一個特務 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有些差錯 都會全包散 那就是 拍說 這班人 在市場裏面 去怎樣做 那樣東西 去達成他們出貓 這個手段 這個目的 是很好看的 還有他 也不是單純一套 青春校園喜劇 他真是背後 有一些社會訊息 他說出來 而那樣東西 是真是 努力的 他是能夠 能夠 貼合到現在 泰國的社會環境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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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學生 你 要 踏出社會 究竟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不止 他某程度上 都在說 一些 應該是 泰國社會狀況 可能一些 貪污 貧 懸殊 這些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 我想你放在很多 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都會 很容易令到人有共鳴 因為大陸拍一套 大陸那些人出貓都這麼厲害 這些 不符合國情的 應該是拍不到的 還有想補充一點 我想我跟Gear來看的時候 後來因為大家都討論 就是 都會拉回去 怪來怪的 去看這套戲 我看到很多人就說 九八都那套戲 其實背後他想帶出一些 什麼欺凌 什麼社會現場 各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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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 那天跟你討論都一樣 我自己真的看不到這件事 我覺得他寫不出這件事 他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而是他做的那件事 根本都 退不到那個位 但是 這套戲 你看到他在寫貧富懸殊 他在寫貪惡 一些不平 甚至乎 那個語言隔膜 跟我們這麼大 我們都看得到 他不會說 他要說那件事 他寫得出來 他拍得出來 他沒有需要任何 加鹽加素 他沒有血腥的 但是我們也不需要去代入那套戲 我是任何一個角色 我是哪個哪個某個的出貓 即是我是曾經出貓 我才明白那套戲 你不需要 你真的在旁邊看 因為其實 阿Thomas 你也有看很多泰國戲 其實 很外語片的外語片 因為你真的投入不到那個 那個語言 那個節奏 但是 跟之前 你介紹我去看那套的 戀愛永發 一樣就是 整個劇情是很流暢的 演員是演得好的 還有那些演員不是漂亮的 那些男生比較漂亮 但是那個 阿明斯也OK的 是嗎 對不起 好 他又不是什麼美女 又不是什麼美女 但是你會見到 戲裡面 那幾個年青人 是演得到的 是有火花撞到出來 是 還有最重要是 你不需要去 去腦補很多東西 去明白他想說的話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會說 九百刀 他 我不是不明白 他想做什麼 而是 他根本 他做不到那個東西出來 你不去腦補 你不去 去想很多東西 你不會覺得 他是在說這件事 甚至乎 這套戲 跟九百刀 那套戲 我們會去做一個比較的 就是 大家都是幾個演員去做 但是 這套戲 那幾個演員 的分工 的分場 是很好看的 你不會見到 哪一個特別多 哪一個特別少 你不會討厭哪一個 沒有這個 四個主要角色 四個都 不會搶了對方的風頭 還有 他們在做的事 是真的有那個理由去做 你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去做 反而 你真的 反過來 九百多那套 他應該是有五個主要角色 兩個流浪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那個女生的出場戲份不多 那個男主角 那個女生的出場戲份是為了結局的 男主角的戲份多 但是 描寫 是做得不好的 剩下一個 段仁豪就 一場戲 反而寫得很好 有時候 你去寫一個角色 我覺得不是說 你給他多少戲份 你都要看你怎樣寫 你怎樣鋪排 怎樣去描述 那 九百都 塑造段仁豪這個角色是很成功的 但是 其餘那四個角色就不太好 但是 這套不同 這套春馬導工隊 四個主要角色 四個都有他的作用 以及 但是 不需要特別 說哪一個戲份 質更多 劉連系主角 就是戲份 多些少 由他穿大整套戲 尤其是其中一個角色 叫阿Ben 他的經歷 他的變化 也是 寫得出來 也不是強行來的 所以 這套出貓特工隊 如果以近年 我看的青春片來說 這套真是 爽 數一數二 我覺得爽 真是爽 爽 爽過那套戀愛病癖 是 不同的戲 很難這樣比 但是這套是 他片長兩個小時 你是不割兩個小時那麼長 所以這套是 今年我覺得是 不可以錯過一套戲 說了泰國片 香港八航泰國片 其實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由人妖打排球開始 其實不同的時間 香港的片商 他發行的泰國片 類型都有不同的 由一開始 這個 這個 人妖打排球 然後去到 Tony Jha 去到 Tony Jha 之前應該是鬼片 鬼片 還有 去到近年 可能 這些片商見鬼片 都不太收燈 就少發行了鬼片 所以 發行多了 泰國的青春片 和外情片 都是限量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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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過這麼多 我看過四五套 泰國的青春愛情片 其實 我真的沒有一邊套失守 看下去看 還有 我覺得泰國好的一個地方 雖然我們香港人 某程度上會是 我覺得有少少歧視 一些東南亞地區的人 覺得他們 難聽一點 可能當他們 都是非用的 那些人 近一點 那一套 什麼貪狼 都是在泰國發生的 但是 他們現在 找這些男女主角 其實 真的是漂亮的 特別是男主角 還有 以前的泰國片 尤其極緣片 畫面是偏黃的 黑黑黃黃 我不是很喜歡看 但是近年來 那些青春片 那些畫面是很乾淨的 我想補充 而且它的顏色 是很特略的 我想補充黑黑黃黃 你記得以前 古代 彭氏兩兄弟 他拍的任何 就算不是鬼片 什麼都好 他大部分片 都是泰國拍的 ABC加偵探 都是泰國拍的 就是泰國拍 拍座後期 那些顏色 就是你所說的 黑黑黃黃 就是看晚梁 或者拳霸的第二集 和拳霸的第三集 都是黃金錦的 這些畫面都是 偏黃的人 是之前去看泰國片 但近年的青春片 就改變了這一種風格 其實泰國電影的進步 可能很超乎我們想像的 我看過一套泰國電影叫做 Red Eagle 中文我先譯著紅鷹俠 這套紅鷹俠 是不是新版的紅鷹俠 新版來的 舊版的主角 拍到最後一場 然後在直升機上 不知道什麼事 就死了我 你在哪裏看 我在虎山看 這套Red Eagle 是一套超級英雄電影 他做那些特技 那些攝影 其實很多技術層面的東西 是可以追得到 以當年看 其實可以追得到 外國電影的水準 我們現在 尤其是近年看這些 戀愛病發 那些出什麼東西 或者你看很多 泰國電影 其實已經不是我們那時候 一尾是恐怖片 動作片 說近來的泰國片 其實這一個月 B.C.Sunday 是選了四套 泰國青春片 還有一套鬼片 就是黑鬼嫂嫂 黑鬼嫂嫂 但那套是一套 但我想問 我好像去看 那四套片 好像是 連接的 不是那些主角 還是那些什麼 有關係的 是不是 泰國嫂嫂 和容易受傷的男人 就是 戀愛病發 《一日情人》 就好像是 嚇鬼嫂嫂的導演 我記得 是 但是嚇鬼嫂嫂 嚴格來說 她也不是一套鬼片 是的 她也是愛情的元素 她有鬼在裡面 但她不是一套 嚇人的鬼片 不是驚嚇類型 她是比較像一套喜劇 我之前也看過《一日情人》 《一日情人》 其實有一套 非常水準高的一套 愛情片 她拍一個 毒癢 喜歡了女神 突然有一天 女神患了一種 叫做 一日忘記症之類的東西 然後 那個毒癢 就冒認了 是女神的男朋友 其實整套戲 我猜起碼有三分之二時間 只有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獨腳戲 但是拍得異常好看 還有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她可以把一個獨男 對一個女神的愛情線 拍得相當之淒美動人 這件事 很難想像得到 為什麼是可以拍成這樣 你做一套《一日情人》 我記得之前我看了 她說兩個教師 一個男老師 一個女老師 兩個人從來沒有見面 只是靠著一本日記簿 那男的日記簿 看那個女老師寫了什麼 那個女的老師 看那個日記簿 看那個男老師寫了什麼 她就是用這件事去連結 是可以寫到 一個人是可以喜歡一個 從來沒見過面的人 但是是很有說服力的 這件事 我也是 除了說 剛才所說的 後期製作的水準 其實提升了之外 還有 她那個劇本 其實 是真的寫得 那個處理的水準 其實是相當之高的 甚至乎 有一套 戀愛病發女主角拍的 泰國版的《重返20歲》 其實她也不是 就這樣把韓國版 film to film 拍一個泰國版出來的 她是以泰國方面 她會加了一些東西 或者她把那件事 講得更加深入去拍了 泰國版的《重返20歲》 即是她會加了泰國的 特色出來的 是不是 她會將 其實她沒有 我不覺得她有特別 加一些泰國的特色進去 但是她有將 將 因為韓國版是一套喜劇來的 這次泰國版 她拍她 就跟著這個故事 但是某些東西 會覺得更加深入 即是可能 那個女主角的背景 或者 那個 女主角和她兒子的那段 母子情 或者 那個女主角 和她的孫子 對Bang的一些東西 她會再延伸下去 拍多一點 就變了不會 好像韓國版 都側重在 那個女主角 十分勁 我又很欣賞 近來的泰國片 那個劇本 其實是 控制得越來越好 即是 即是她是 即是她可以 一來寫到流暢之餘 其實她可能 一些人物 都寫得相當雜實 香港可能沒有 但是 泰國很多電視劇 是有賣浮賣去中國 中國人是追泰國片的 泰國的電視劇 很多泰國的電視劇 是買回中國人看的 反而你說 你講青春片 講愛情片 真是 不好意思 我看本地製作的 愛情片 真的 似乎 水準 距離 越來越遠 本地製作 都 拍不到青春片 最起碼 愛情片 可能 對上一套 我有印象 可能是張孝全 和鄭薩文那套 我沒有看 你看看 我也沒有看 我不敢入場 我十 應該是十年前 我是看鄭薩文做的 愛情片 十年後 她仍然在拍愛情片 但她快到了 四五十 會不會有個 年輕一點 飆青一點 有楊千環 四十多了 楊千環 有沒有一些再年輕一點 阿Jem 你看不懂 阿Jem 阿Jem不是拍戲 你有沒有看回她那套 那套外出貓 都是出貓片的 我一直等你講 你講了幾個禮拜 都不講 我們香港電影那次 現在都側重了她拍 合法片 很多東西 拍了出來 就 壞點說 就是強差仁義 還有演員的青黃不折 問題很嚴重 我們現在用的男主角 可能是來自台灣 有少部份來自中國 你有沒有看羅仲謙的電影 不過羅仲謙都不小 只有三十多 羅仲謙回大陸拍西遊記 做沙真 變了我們香港的演員 真是嚴重 青黃不治 我覺得這裡 我想回應一下你們 我在一個或兩個月前 Gear帶我去看完這個戀愛病法之後 我就發揮了 杜Sir 講戀愛病法的一篇文章 他講的東西正面就是 Gear你那天跟我看完 這套出貓特工隊 講的東西 就是 視野 不只是泰國 是東南亞電影 我們不講韓國 因為韓國超前了很多 東南亞電影 好像杜Sir所講 他們 他還好敢去視新東西 還有 他們講的東西是 視野很闊 我發覺這件事甚至乎 我之前 未看戀愛病法之前 我對上那些已經是鬼片 我很久沒看過泰國片 我自己的心裡 是有抗拒的 之前 然後你抓了我入場看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抓你入場看 春馬特工隊 因為我很欣賞看 那天我跟你說 再加上 Thomas 你那天說 看《一日情人》 本來我想跟你去 那段時間我撞了 我發覺 是真是 視野很闊 他講的東西 很多 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出來 而且闊得來是很貼地的 因為無論你看戀愛病法 看春馬特工隊 其實都不是一些很離地的東西 全部都很貼地的 就是由生活而延伸出來的一些題材 即是他題材 即是視野大 以及他膽敢用一些年輕人演員 即是你說東南亞片 我又想起 那時候在台北電影之後 我看了 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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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印尼那一套 叫做 新閃兩三姊妹 他裡面用的演員 全部十幾二十歲 但他拍的東西出來 又是拍得很漂亮 然後看了菲律賓 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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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6歲的導演 拍了一些 真的拍拍影射菲律賓 政治黑暗的事情 那一套 也是拍得很有力的 剛才說到那個人育狠得基 雖然我好不喜歡那套 但那一套導演 都是二十幾歲的 所以你說 你說 東南華其實有很多新的導演在這裏出頭 香港是怎樣呢? 我自己看不到未來 現在是他有首部劇情片計劃 也有新導演的例如黃俊 有點五部的陳志發 那一套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年輕導演如何在電影界裏出頭 我覺得都是艱難的 但是現在最初是連演員都沒有 這是更加大的問題 因為放諸中國、台灣、泰國、菲律賓 全部地區都會有新的演員出頭 唯獨是香港的演員很難出頭 為什麼? 沒有機會 因為沒有機會以來電視和電影的短層很嚴重 就算電視台也不敢用新的演員 電視台的演員 如果你要走出電影界裏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去調教 還有你現在看到那些電視演員都是在舞台劇界吸納回來 而那些舞台劇的演員 其實可能都做了很多年才再轉過去電視劇發展 對 對 也許有某些演員到林老幾十歲 在隔離台撿了一顆 然後無緣無故過來 隔離大台的角色 然後就有得做 可能真的有很多演員 讀完書畢業的 唯有去做舞台劇 因為其實我覺得關於收入事 因為收入真的很低 很低 低到基本生活都生活不到 生存不到 即是他出入坐車吃飯都不夠 即是他可能要實踐自己的夢想 做一個演員或編劇等等 其實他是要吐自己的負身家才能做到 我想在這裏補充一點 即是你沒有負過 你很難堅持下去 我想在這裏補充一點 我有個朋友 他是台灣人 他一直都是演畫劇 二童劇 舞台劇 可能那邊生活指數比較低 他們是可以生存的 即不是發達 你記住一樣 他們可以生存 他可以繼續沉蒙 我有兩個這樣的朋友 其中一個朋友是之前拍狗降風的 狗降風 其中一個 台灣的狗降風 對 台灣的狗降風 我發覺他們很厲害 原來他們很多是自己讀電影 他們讀完電影 然後呢 他們很聚心於舞台劇或演出 然後呢 我發覺他們個個都很生 三十以下這樣 或者二十幾歲就出來 然後很努力地去沉蒙 他真的很喜歡去演這件事 所以呢 他全部在哪些地方做呢 他就在小劇場或者什麼 然後平時你知道怎樣呢 平時就是 他們是要去做兼職的 都不知道哪份是兼職的 有時候有些要去餐廳做 有些要幫人寫program 有些要人去幫忙做一些文職的事情 夜晚不睡覺去做很多這些 甚至乎翻譯 然後有剩餘時間 就去學演戲 然後去演出 你想想 哪怕就算是海灣 都要這麼辛苦才行到這條路 香港怎麼做 那我其中現在有個朋友就很好 他甚至乎去到美國進修演戲 回來後他們會繼續去演戲 那九角風光好像是 應該是英國那個學國演戲 幾齣 不是 我打算了 我跟你們說 OK 就是這樣 那 環境 就是 香港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環境 沒有這個環境 就算是有 但是這樣看來好像香港的難處特別大 有 我們不是歧視 大家不要誤會那樣的事 你留意一下 現在一大堆去跳出來 那些所謂的新演員 在某些新的入行那些 在大台做 做主持 那些什麼節目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樣子 一定是富家子 富家子女 還有呢 不好意思 真的很討厭 那些樣子 你明明我講的是什麼 一副富家子女 不食人間煙火 那些樣子 然後呢 不論他是在做處境劇 處境劇 又或者不論他是在做這個 那些 那些叫什麼 情編 不是 東張西望之流 那些主持 那些主持 都是 個個都是一個樣子 就是不停搓 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回現在電視台的宣傳 那個模式 其實他都是要靠搓來宣傳的 即是Big Channel 不是Big Channel 不是Big Channel 是你看這些報紙 現在爆的劇情 你一定是要 他會拿一套電視劇 一些很爆的片段 來做宣傳的嘛 這件事我覺得很奇形的嘛 為什麼 你報紙 人家都未上完 劇集 你要頭版爆的結局出來 我覺得這種宣傳的攻勢 其實是很病態的 我覺得是 在這節講到這裏差不多了 一會兒回來 看看有沒有好一點的事 講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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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